德国国会大选初步结果出炉 社会民主党显胜梅克尔政党 这场划时代的选举标志着 德国总理梅克尔16年掌权的结束 回顾梅克尔时代当地媒体评论 它让德国经济持续繁荣 更大幅降低失业率 来到这间位在柏林的小型物流供应商 他们的员工就对梅克尔执政赞誉有加 在美克尔的领导下 德国人均经济产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 确实让德国成为国际上不可忽视的稳定力量 不过外媒报导指出 大约一半的人口掌握了整个国家 99.5%的财富 有两成的就业人口 只有不稳定的临时工作 低薪问题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有1300万的德国民众 被归类为低收入户 其中包括300万名儿童 经济结构上的选速差异 从这次胶着的选情就不难看出端倪 如今德国进入不确定性的新时期 新政府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张社综合报导 它依然不得了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